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福每日一字,这个脚,手脚的脚 这脚字呢,变化度不大,最主要右边这里确的一些变化 那这在之前也稍微讲过,但是在当脚的部手的变化呢 中间这种变化不太一样 我们先看凯述的写法 左边是一个月,应该说一个肉部 然后呢,我们说本来的凯述是这样写的 里面就是一个古字,三古的古 这凯述本来是这样 但是呢,我们在写书法很少很少这样写 这只有说印刷体才会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常看到的凯述是写成一个去 这两个去,这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样 这种写法比较一般 这样子 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都是发展这样 没有写这样子的了 从这边发展的稍微变成形怯 注意这边的连笔动作 这开始做连笔 去 也是一样这里,就点连笔过来 好 再来就是这里 省略这一个 注意一下 那这里的连笔更多 注意哦,省略这次带过来 这个右边这里,看要写瘦啊,写长啊,胖都有 很多种变化,都可以 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说 这里省略 有时候呢,就变成怎样?注意看 横划两个写完,再一竖串过来 就像招蒙虎这样 那我们来看他的写法 所以,经常呢,这变化大部分都有积可循 不是随便乱变 但是偶尔几个变化,就很难去找到他的 他的脉络出来 注意写上去 然后这里没有凸上去 我们说这个大家自己可以调配 你想要凸上去,或者写瘦,写胖一点都可以 我把它写稍微胖了一点了 没关系,大家知道造型 那再来就是,我们说 这里这个可以写成一个 术画不要写成一个点就好 不要拉那么长,有时候整体线 所以呢,但是如果写到这么简单 左边阅也要开始做省略 不然不会右边一直省略,左边都不省略 我们来看,阅的草书在左边是这样 那要注意右边这里比较少写成这样 还是写成这种去,这种写法 会比较常见 比较少这样子的写法 好,大家再留意一下 好,大家再留意一下 好,大家再留意一下